主動外觀模型 好 那我來繼續講一下主動外觀模型 Active Appearance Model 那這張圖是在講說主動外觀模型它的主要的變化模式 那可以先看下面這個公式 就是主動外觀模型它最主要的兩個變化量是 S跟T S是 shape T是 texture 那上面加一個bar是mean的意思 那先看上面這張圖的話就是 ABCD的中間那張臉都是我的原始影像 那我們的主動外觀模型 AAM它是來改變我們臉部的形狀跟陰影那些的東西 然後產生不同的表情 像左邊跟右邊就會一個是比較開心一個是比較不開心的 那下面這個公式它的A是它的 S bar跟T bar是它的mean shape跟mean texture 那我們從mean shape跟mean texture去加或是減一個我們要調整的變化量 來去得到我們變化之後的那個表情或者是性別或是年齡或是甚至整個身份都可以做改變 那A這個變數是它的 它叫做appearance parameter 就是它的一個參數 那US跟UT是它的 eigenvector 那它從它的appearance parameter去乘上它的 shape的 eigenvector跟texture的 eigenvector之後 就會得到我們要去調整的那個變化量 那它再從mean shape跟mean texture去加減那個調整的變化量之後 就會得到新的這張圖的 shape跟texture 那再來再講一個2007年Springer提出的一個3D的active appearance model 那這邊的是它會在影片裡面去估計每個frame它需要的parameter 那這個parameter就不用詳細去記它這裡有提到三個 一個叫yaw一個叫pitch跟roll這三個parameter 那它估計出這些parameter之後 它就會產生3D的deformable的廣格mesh 這個東西三角形的這些東西就叫mesh 那它會產生這些一格一格的mesh 然後把它deform之後變成一個人臉的輪廓 那b這張圖在講的是2014年的iEEE提出來的 那它是用來做frontalization 中文叫做正面化 就是它會把可能有角度上下角度或是前後45度左右角度的臉去做正面化 它把它變成一張正面 那它這個 這一篇是用先六個基準點 然後後面再用67個基準點 它這個東西叫deep face的系統 然後去做frontalization 然後去做frontalization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 像可以看到它原本是稍微有點低頭 然後往旁邊一點點 然後最後做frontalization 就會變成整張臉就是正面 然後切滿滿的這樣 那綠色跟藍色 綠色那些東西就是它的mesh 那個網格 然後藍色就是它渠道的那些基準點 好 那再來這個又是另外一篇 2014年iEEE提出的一個deep face的架構 那它一樣第一步輸入我們的image 然後它這些也有很多mesh 那它第一步會先去做 剛剛說的frontalization 正面化 臉部的正面化 就是它會切出一個正點 那切出正點之後 它會做幾層的 locally connected的layer 就是 它這邊講說是non-convolutional 就是 它不是用convolutional去做的 那做完之後 它會再做兩層的fully connected layer 然後最後再配一個k kclass的softmax 但是這個網路不用去記 就是跟大家講過而已 然後再來是下一個face recognition的一個應用 它叫做personal photo collection 它是應用在個人照片收集上面 那這張圖是一個2018年iEEE發表的研究 就是它在訓練階段就已經有大量的 已經label的點部影像 點部影像及dataset去做 那這個大量的移標記的點部影像 是用來限制它的後面的di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權重 然後它接著去做loss function 最佳化之後 在testing階段 它一樣在用 下面testing階段 它一樣在用dcnn去做feature extractor 然後做完之後 它會有產生這個 有點不清楚 它是xA跟xB 它產生自然的香料 然後它做的是相似度的比較 這裡 這個相似度比較 這是cosimilarity 那比較它的相似度之後就可以 它比較相似度是跟原本的face descriptor去做比較的 對 好像講的有點亂 再一次 就是它有一個training phase 然後它裡面有大量的已經標記的影像 臉部影像 用來限制dcnn的權重 然後它做一些preprocessing之後 然後丟進來它的dcnn 然後 然後會做loss function 做loss function最佳化 然後做完之後 testing的這邊 它也是一樣有input 然後丟進dcnn 然後 做完之後會產生兩個xA跟xB 那這兩個東西再去做相似度比較 好 6-3 object detection 所以它剛才是相當於把一張照片做imbrading之後 然後再去對那個imbrading做比較 對 找出跟它比較相似的照片 就有點像 你在facebook上面看到 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是不是你的照片 這是你的照片 的感覺 所以它相當於是把圖片hash過後 再去做 是把圖片先做hash 然後再去把那個hash 把圖片做hash 把圖片做hash 對 因為你剛才不是說 最後會出現一個xA跟xB 對 對 那個具體來說是 一個vector 一個vector 是它做完 dcnn之後的 feature的那個 香料 這個是 這兩張圖片 一個是它要去找的 的那個 本體 就是跟它想事 然後另外一個是 然後去判斷那個tests 什麼相比相似 這兩個 它跑出來就是xA的東西 對 對 好 那我繼續 6-3 outgen detection 那 outgen detection outgen detection 中文叫無件偵測 那 在一張很複雜 很多東西 就是或是重疊度很高的圖上面 要偵測出很多的物件 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從最基本的偵測臉部開始 因為 臉部偵測是 比較早期就有成功案例出現的一個方法 就是比起偵測其他的東西 所以 臉部偵測是第一個被提出來的 在6-3-1 先講到face detection 那再來就是 臉部偵測這個技術 後來也被廣泛應用在我們現在的camera上面 比如說手機 我們的內建相機 他會有一些 自動對焦功能 你手機 iPhone可能拿起來 他就會有 狂狂跟你講說 人臉在這邊 然後他會自動對焦在人臉上面 或是他會 有一些 Instagram濾鏡 他會針對人臉去放大 所以他會偵測到有人臉 然後你拿起來對著人臉 他就突然放大到 整張都是你的人臉 這些都是face detection的應用 那再來6-3-3會講到的 pedestrian detection 是行人偵測 那他也是一個 在object detection上面 比較普遍的一個 常用 常見的detection 最後是6-3-3會講到 general object detection 那從這張圖來看 這張圖是2006年的 一篇論文提出來的 Springer的 那這張圖的上半部 這個roll 圖A他是純粹只用face detection 去做 辨識 去做偵測 那偵測出來的結果 就是他會有幾個人被miss掉 他沒辦法每一個人都偵測出來 那下面這張圖B他用的是 把 他是 他叫做 combined face and closing model 就是他把臉跟衣服 都偵測 然後去做結合 就是 他把臉跟衣服都做偵測之後 出來的結果就是 他把剛剛上面 只做臉部偵測的那些 miss掉的那些人 都找出來了 就是沒有漏掉 等一下 我再仔細看一下 所以他的 這個人的臉蠻右邊的 那另外的話 是不是有背向相機的還是怎樣 蛤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老人 哪一個 尼爾相 這一個嗎 這個的頭到底在哪裡 中間上面那一張 上來指一下 上來指一下 你是說背向相機 這一個可是這個他並沒有偵測出來 他最後是沒有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額外的這幾個有沒有 背向相機 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照片 不是很清楚嗎 對 okok沒關係 好奇了 他是有側測的角度 但沒有背對 那倒還不至於到背對 對那個背對的是 一定都側不出來 嗯哼 而且他又站在後面 對 對 好那先進到第一個部分 Face Detection 臉部偵測 那Face Detection 可以分成 大致分成下面這三個 一個是 Feature Base 一個是Template Base 一個是Appearance Base 那第一個 Feature Base 他是可以用 臉部特徵 像舉例來說 剛剛前面講到的 眼睛 鼻子 嘴巴 甚至耳朵 眉毛這些東西 都可以當作他的臉部 feature 那 那 下一步就是去確認 他們的幾何排列 是不是符合我們所定義的人 鏈的幾何排列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 Template Base 那這裡可以使用的 模板就是剛剛我們講到的 嗯 主動外觀模型 Active Appearance Model 六字二字是剛剛提到的 那這個主動外觀模型 它可以處理 嗯 表情跟姿態上面 很大量的Variation 很大量的變化 因為我們剛剛用 看到一些AAM的 的例子嘛 就是它可以做出 甚至跨性別 或者是 跨年齡 或者是甚至直接變成 不一樣的人 都有可能 那 可是因為這個Template Base 它不適合用在 快速臉部偵測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 AAM的模型 它都需要一個 那張每張圖的中間 都有一個它的 最原始的Initial 那個原始的臉 那 那AAM就是因為它需要很 很接近真實臉部的那個初始值 它才有辦法去做後面的變化 那在快速臉部偵測上面 就沒辦法做得很好 那再來是 第三個 Appearance Base的 的Base Detection 那它是以外觀為基礎 這個是 等一下會講到比較多的 就是比較主要的用法 那它這個以外觀為基礎的 這個模型 它是去掃描圖像中 小型的重疊的 小塊小塊的矩形的區域 然後去搜索 哪些可能是 哪些是可能的 點的候選 那這種方法是很移重在 我們去標記大量的 它是點還是不是點的 這些dataset上面的 訓練分類器 Classifier 那 上面這張圖是 剛剛前面的那個 九宮格的最上面那一排 那 講回到我們前面提到那個 face recognition 那它又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是 我們人臉基本的無關識別 跟識別後的無關相對位置 就剛剛說的眼睛 鼻子嘴巴 或甚至耳朵 頭髮等等的 那再來下一步就是 我們可以把人臉去拆解成 好幾個分量 那這個分量在 在人臉面積上 我們叫做 eigenface 就像 B這張圖 那我們拆解成 很多個 eigenface 我們可以藉由這些 eigenface i跟face 去做線性組合 來還原成原來的臉 i跟face的中文呢 我跟face的中文 特徵臉 是特徵臉 好特徵臉 所以它叫特徵臉 我們把這些特徵臉做線性組合 可以還原成原來的臉 綜合剛剛上面講的 A跟B這兩個條件 我們就可以做到 C這個東西叫做 realtime face detection 即時的臉部偵測 好 那再來是 face detection 在training上的一些 預處理 那A這張 A這張圖 是在講 我們對影像進行一些 就是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近射平移旋轉 這些的 data conservation 來做 增加資料量 那B這個方法是 它把 不是人臉的東西 丟進來當 nonface的 的training data set 然後這個是用 這張圖是用 這是樹 樹皮 然後當作 不是臉的影像 把nonface的image 那C這張圖是 它把 第一列的影像 減去第二列的影像 然後再去做 欸第一列是face的影像 第二列是nonface的影像 那它把第一列的影像 去減去第二列的影像 再做corrected lighting 修正光之後 減少那個亮度的干擾之後 變成第三列 然後最後再做 脂肪圖之後 historic visualization之後 變成第四列 就增強影像 對我們 你講的 第二列這裡 不是 臉的影像 的確是不是 但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 它的 事實上是整個 的那個RR 應該是說 光的亮度的那個趨勢圖 你看 它左邊這裡比較亮 右邊比較暗 有沒有 那它把它剪掉了以後 讓它希望左右 上下都是一樣亮的 不會說 某一塊特別亮 所以你看這裡 右上角比較暗 左下角比較亮有沒有 就把它剪掉以後 它希望整張照片 都是 上下左右 都是很均勻 亮度差不多的 那這樣的話 才不會因為 光 比如說 同樣一張臉 你光源在這裡所拍的照片 它跟 光源移到這裡來的時候 你就變認不出來了 那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對 謝謝老師 所以 第二列是 它要去做 光線不平均的修正 對對對 是 是光線不平均的修正 所以第三列 第四列看起來 整張圖是比較平均的亮 希望 對 對 好 那再來是 剛剛講到的三個 Feature Base跟 Table Base跟 Appearance Base 這三個裡面的第三個 叫 Appearance Base 基於外觀的模型 那它 早期的一些 這個消耗可以 好 好 要放剛剛那個嗎 可以啊 你可以繼續把它放完 或者這樣才 我們放另外一個 那個 你喔 搜尋一下 它的那個 來 你搜尋一個 黃色消化大放送 黃色消化大放送 來 黃色消化大放送 來 來 好 這個直接放 這個就硬跟點了 No.1石州水粉底 就是藍控零粉感 母親節特外組 限時搶購中 黃色消化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就是 有一點兒的女生啊 她就是喝酒 然後不小心被淋檢這樣子 然後警察就要給她淋檢 然後說小姐 不好意思麻煩一下 吹一下這樣 然後那小姐就說 欸 你家伯伯這不是你的姿姿嗎 警察就說 喔 對不起我以為你很醉 哈哈哈哈 好笑就給讚 黃色消化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欸 有何酒給讚 哈哈哈哈 有一天啊 有三個人 加一餅餅 他們呢就在比賽 誰的女朋友身材最好 然後假的她就說 欸你們說 我的女朋友的 奶奶西瓜還要大 對然後她就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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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之後 她就不敢吃肉 她就說 我跟你們講 我的女朋友的奶 椰子還要大 他就 喔喔喔喔 我就剩餅了嘛 於是 甲跟椰子還要問 咦那女朋友咧 她的名字就是 我 柳丁吧 然後甲跟椰子就說 誰那麼小 是奶頭 喔喔喔喔喔喔 哈哈哈哈 是奶頭 你怎麼知道啊 你怎麼會是 導師機欸 好笑就給讚 阿 你要給我讚阿 好笑就給讚 那就是小差 小差欸 黃色消化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他有一天啊,發現有一個人他去釣魚 他就去釣魚的時候,他在旁邊有一個人也在釣魚 但是那個人在釣魚的時候,追雨就一直練說 隔釣的不是魚,隔釣的不是魚 隔釣的不是魚,隔釣的不是魚 他就一直靠起來,他說 你來釣魚,你釣的不是魚,不然你釣的是什麼 他說 隔釣的是鮑魚 讚!黃色笑話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各位,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昨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然後我就射鬧鐘 然後就懷孕了 有在那個什麼? 小在 有一天有一個獵人 他就虛神你要打獵這樣子 然後就吃出藻獵物 他就看到一隻鹿,還射他 鹿就把他還給暈了 這個我好笑 要射到什麼? 黃色笑話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小明跟小美 小美對小明說 你可以幫我把衣服脫掉嗎? 然後小明就逃 脫完之後呢,小美就說 小明,那你可以幫我把胸罩脫掉嗎? 小明就好啊 脫完之後,小美就說 還有我的內褲 好啊 脫完之後,小美就說 先生偷穿我衣服試試看 蛤? 蛤? 小明是穿著她的衣服 所以小美很神氣 不好笑 做半套的茶 叫什麼? 半套的茶嗎? 半套的茶 叫做 唇吃茶 為什麼? 唇吃而已啊 哦,你說只有唇吃 嗯 紅色笑話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有什麼色團 就是只要一拼到熊 就會射了色 這樣子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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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見到面就很高潮色團 一高色 一見到面就很高潮色團 一見到色團 一見到色團 紅色 不是假拉會射 偷光 數到我們就會射的射嗎 你測到 menu 五四 每十秒就會射一次就射 一射 五十四 我聽你浮力就會射 你浮力射 cy diversity 你射得射 如果你們覺得今天的笑話好笑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給你身邊支持其他也需要快樂的朋友 也趕快到底下去留下你的這一笑留言 因為目前為止我們所累積的有效人數 總共有這麼多 就差你一個了 我們在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好 好 那這些是剛剛講到的Face Detection 它主要的類型的其中一個Appearance Based的模型 那在一些比較早期的Face Detector上面 它是主要是基於下面這些機器的演算法 那包括第一個是Clustering跟PCA 它叫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主成分分析 那還有Neural Network神經網路 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支持相量級 再來就是Boosting 提升方法 然後再來是Deep Network深度網路 那接著會分別各自講一下他們的含義跟用法 第一個是Clustering跟PCA 巨類跟主成分分析法 那這個是 這張圖是它第一部使用K-Means去分 分類所有19x19的 19x19的Face跟狼Face的影像 上面就是Face的影像 下面就是狼Face的影像 那再來是第二部是它各分成六個Cluster 就是上面這些東西 這些 各六個Cluster 那最後就是它會用 剛剛說的PCA組成分分析法 去得到它的 IgonFace特徵點 那右邊這個影像就是分類結果的執行 上面是六個NunFace的IgonFace 下面是 上面是六個Face的執行 下面是六個NunFace的執行 那這上面六個下面六個這十二個Cluster 會在Detection Time會藉由 那課本上寫一個叫DIFS跟DFFS的metrics 被劃分成24個 24個Parameters 它叫Measurement 就是24個Measurement 那這24個Measurement 就會被丟進到後面 那個Neural Network的Input裡面 對 好那再來是 這個大概講過就好 就是PCA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橫臉都是同一張臉 每個橫臉都是同一張臉 但是它因為光線跟光的角度 光線亮暗跟光的角度不一樣 它看起來落差其實很大 那對於機器來說可能 這些同一張臉 因為光線跟角度的關係 它的落差可能甚至會比不同的人 就是上下可能 對上下可能不同的人來說 它的落差可能又更大了 所以那個 預處理就是在做調 老實剛剛說那個 Corrected Lighting 就是調整光線跟一些 就是Pixel Brain 那些預處理這些東西 是很重要的 因為光是彈座皮結 可能沒有辦法 很好的去分辨出 同一個人的不同的人 或是分辨出熱點 你不要把照片裡面的光的那個 暗跟亮整個補償好 補償成可以跟原來的這個 通通均勻的 那像這邊一樣 就是那個 像這邊暗跟亮 那或者是其他的這些 下面暗 上面亮這一些 或者是 那個左邊 右邊暗 左邊亮 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 這個你要把它補償回來 在他彈座跟原來的這個 來比較 或者是電線 那如果當它補償不回來的時候 怎麼辦 啊 補償不回來的話 那可能你就是那個 要嘛你要改變那個照片的環境 比如說你要用主動的光源 就是你主動的拍比較均勻的 請他那個 就變成你要主動的發光 一般來講 像這種 盡量就是所謂的被動的發光 被動的發光 意思就是說 你不主動的發東西 因為比如說 有一些應用的場景是這樣子 就是說 比如說 一個殺人犯 然後呢 我們在7-11的監控相機 有拍到這個殺人犯 可是那個時候 他可能在某一個角落 所以那個光線照過去的話 左眼跟右眼那邊 可能就不一樣啊 那你只能盡量的 把他的這個補償回來 補償回來 以後再繼續搜尋 比如說台灣2300萬人裡面 到底誰是那個殺人犯 那那個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那個 就只能如此了 你知道 那個啊 也許啦 你比如說 按照補償回來的那個 然後呢 去搜尋出來 可能也還有一萬人 那你這一萬人的話 可能還要用其他的 什麼指紋 或各類的其他方式 來辨認他 啊 有些應用狀況事實上是 你在辦公室裡面 或者是大樓裡面 你要進來 啊那個時候 他是 我們所謂的cooperative user 因為他想要進來 所以呢 你可以主動的發一些 那個光的 然後他很均勻的這樣子拍 所以呢 那一種是這樣 最好的 最好的話就是 你能控制這個環境的 而且使用者是 配合的 願意的 那的話事情比較簡單 像剛剛講的 那殺人犯的話 就只有這麼一個 一張照片而已 那你只能 用你最好的補償款 以後 如果還有很多 那也只好用其他的方法 甚至必要的話 他就用忍肉眼的方式慢慢來找人 對 對 好 好 那再來是 Neural Network 點部偵測 點部偵測 Face Detection 的神經網路 那第一個就是 他會把影像利用 這個叫Pyramid 就是他會進行 subsampling之採樣 來採取不同level之間的 重疊的那些小區塊的影像 像他這個 比較小的區塊 他取了這裡 然後再來他這個 這塊取了這邊 這塊取了 右邊這個人這邊 那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Pyramid中文 什麼 Pyramid中文 金字塔 對 那再來就是 他會進行 剛剛說到的 corrected lighting 修正光跟 Histocranicalize 這些preprocessing的動作 那做完處理的這些影像 會再利用 最後最右邊那一半 部的 三層的 neural network 去偵測 他有可能 哪些地方可能是連的位置 最後給一個output 這樣 這是neural network的 架構 好 那再來是SVM 那SVM 應該是第五張 第五張 講到的 支持相量級 那他就是 帶過就好 他是用一些 讓那個 feature space 的 維度 提升 把他變成更高 維度之後 再去切他的hikerplane 好 那再來是boosting 分類器 那這個就是 他先利用 boosting是提升 OK boosting是提升方法 那提升方法是先 他先利用一個叫 Decision Stump 的東西 他叫做 中文叫決策 說裝 跟另外一個叫 hyperplane 超平面的那個東西 去做分類 那前面講到的SVM 他會選 他會去切出那個hyperplane 那從這張圖來看的話 就是 假設他一開始先給了一個 比較weak的分類方法 就這樣切過去 那這個boosting他是 主要是在講 如果我切完之後 分類錯的那些點 他會把他的權重做增加 就是 就是 像以這個 一張圖的例子來說的話 他這樣切過去之後 這兩個點是分錯的 應該要再 藍色的 他分到紅色那邊 那這個點他也分錯了 所以他下一步 就是會把 這三個點的權重增加 那這三個點權重增加之後 他會再切一次 再做一次 we classify 那 再切一次之後 他這次切了這裡 那切完之後 還是有兩個點是分錯的 那他再把這兩個分錯的點 權重再增加 權重再增加之後 他就再切出第三條 那這樣一直做 一直做一直做 那最後就會有一個 final classifier 那這final classifier的定義是 前面的這幾個 with classifier的先行組合 他要把他 前面用過的classifier 組合起來 變成最後的final classifier 那這是boosting的大意 好 那再來就是下一節 6-3-2 pandest trend detection 行人偵測器 行人偵測法 那這個方法是 他用一個叫做Hog 這裡有寫 就是後面那個 Histograms of Oriented Gradients 那方向梯度脂肪圖 這個方法 那以下面這張圖來說的話 圖A是他先去計算 每一個影像 他的平均的梯度 那B這張圖就是 他計算他每一個block 這個一格一格的block 他的中心的最大SVN的正選中 C的話是最小SVN的負選中 那D的話是我們輸入的testing image 那E的話就是 他有一個叫做Rectangular Histogram of Gradients 它叫做RHOG 是剛剛那個Hog的特例 它是矩形的方向梯度脂肪圖 那E這張圖是RHOG嘛 那F就是剛剛F跟G跟剛剛的B跟C一樣 就是一個是最大正選中 一個是最小負選中 只是他變成是RHOG 那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正選中應該還蠻像 蠻像這個人的 就是這個形狀還蠻像的 就是這個形狀還蠻像的 那再來是 Part-based object detection 那這張圖是2008年IEEE的一篇 提出來的論文 那它是在方向梯度的 人的偵測器的一個extension 那它是基於Part-based 所以它叫Part-based object detection 那這張圖的圖位是 影像中的這個藍框框 是整個人 大框框是不是 那黃框框是它的 它偵測出來的part 它的部分 那B這張影像是 它計算剛剛說到那個Rectangular Hog之後 它定義黃色框框 然後人的 那個人的各個部位的特徵 的那個feature 它說它這裡的檢測模型是 就是三個東西定義的 B的這三張圖 三個東西定義的 然後一個是比較粗略的模板 它說叫Course的Template 那第二個是 比較High Resolution的 部件模板 中間這張圖 它有一塊一塊的 High Resolution的 部件模板 那第三個是 每個部件的位置的空間模型 就是它把每個 每個part的空間模型 就是切成格子 剛剛那個block的形狀 之後的部件模型 那它把這三個定義出來的 RHOG 號出來之後 就是B這張圖 然後C的話是 它用人的Label去對 就是偵測人的那個Label 去對C這張影像去做偵測 那它這張圖 偵測出來的就是 True Positive 就是它有明確的把這個人 找出來 然後它的part 頭的部分 肩膀的部分 腳的部分都有找出來 那B這張圖 就是跟C做對比 它相反 它是False Positive 就是它把 這張是把牛丟進去 可是它也偵測出人 而且它也把整個人的 藍框框跟part的 黃框框也都標出來 就是完全錯誤 所以C跟D就是 一個正立一個範立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 第三小小結 那這邊會帶過一些 一般的 Object Detection 會用到的一些 metrics跟它的應用 那第一個是IOU 大家應該蠻常聽到的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那第二個是Precision 跟Record 再來是Modern Object Detectors 跟Single Stage Networks 好 第一個講的是IOU 那中文叫做連擊 分支交集 那 呃 就像圖位上面看到的 就是你可以簡單的理解成 它我們有偵測出來一個框框 然後Ground Truth也是一個框框 那 我們偵測出來的框框 跟Ground Truth的框框 到底重疊程度有多少 就是IOU的 的意義 那 它用連擊就是 綠色這一塊 全部 那交集就是 黃色這一塊 連擊分支交集 就代表它們重疊的程度有多高 對 那 B這張圖是一個 實際的image的例子 那 這裡有寫到就是 它的IOU 0.65 如果大於等於 它的Freshold的話 就設定它是True Power設定 代表 這Freshold值是我們自己設定的 那如果 我定義它是0.6 那代表這張圖就是True Positive 這樣 然後它重疊程度大於0.6 好 那再來是Precision跟Record 那 嗯 剛剛講到 True Positive False Positive 還有False Negative 跟True Negative 那 嗯 可以把它簡單 簡單講過 就是 True Positive就是 哦 它原本是 Positive 我偵測也是Positive 然後False Positive 是它原本是 它原本是 Negative 但我把它偵測成Positive 那False Negative 它原本是 它原本是 Negative 然後我把它偵測成Positive 然後True Negative 它原本是 Negative 我也把它偵測成Positive 那Precision跟Record是這個紫色框框跟這個黃色框框 它是背上剛剛說的這四個東西 就是TruePositing這些東西 那Precision是黃框框 就是TruePositing跟FalsePositing分之TruePositing 也就是說我所有偵測出來是Positing那些東西裡面 它實際是Positing的比例有多少 這個叫Precision 那Record是TruePositive加FalseNegative分之TruePositive 也就是在實際真的是Positive那些東西裡面 我把它偵測成Positive的比例有多少 這個東西叫做Record 對然後大概是這樣Precision跟Record 好那再來是Modern Object Detectors 就是這裡有一個matric叫做AveragePrecision 簡稱叫AP 那這個東西是 這張圖是用AP去當衡量標準的 那從 從這張圖來看的話就是 這些東西是從2015年開始出現的一些Deep Learning的Model 這些東西 那從Deep Learning 2015開始 開始比較快速發展之後 它的那個matric就是衡量標準 它叫做AveragePrecision 開始快速提升 從2015開始發展到2018已經到49 3倍以上 超過3倍 它的Precision 那在2012這個是2015以前最好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數值結果 它只有5而已 就是落差還蠻大的 好那再來是Single Stage的Network 那Single Stage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 翻譯一個神經網路 那它最常見的兩個應用就是 一個是SSD 不是大家想的那個SSD 它叫做Single Shot Multi Box Detector 那另外一個東西是YOLO 這個東西是比較常見的Single Stage Network的應用 那什麼是Single Stage Network呢? 就是它是跟 它可以跟Two Stage去做比較 那Single Stage的話就是 我在一個均勻的Feature Map上面去做 抽氧去做Sampling 然後再大量的 產生大量的 那叫什麼Trial Box 產生大量的Box 然後再做分類跟Regression 那Two Stage的話是 像是RCNN 它的家族系列的檢測方法 就是它會先做Feature Extraction 那做完Feature Extraction之後 它會得到它的那個Region 做完之後再去做分類跟回歸 所以它有兩個Stage 那 我這邊查到的是說 Two Stage的優點就是 它雖然比較慢 但是它的精準度比較高 它有兩個Stage 那Single Stage的優點 是它的檢測速度很快 但是它的精確度就相對而言 沒有Two Stage這麼高 那 最近這幾年的發展就是 它沒有這麼明確的分出 Single Stage跟Two Stage 它是把兩個做結合 就是把兩個優點都取出來 然後把缺點都取掉 所以變成是 結合的那個新的算法 它是又可以做到好的精確度 然後速度又不會像以前的 Two Stage這麼慢 然後最後是 六支四 Semantic Segmentation 老師是不是要下課了 可以 你放下話好了 那我們就下課了 對 好 好